志工在現場先打造花牆的框架 材料都是回收來的 還能用就不能浪費 志工陳金能是花牆的設計人 他在卓蘭經營花卉農場 這個時節工作最忙 但是他硬是擠出時間 非常需要師兄來幫忙協助 布置的這個區塊 讓他有一點過節的氣氛 那所以在湘潭之中 基能師兄想不到他就一口答應 從卓蘭到台中外埔 來回三趟 再來上千盆新品種的耶誕紅 這個品種叫做羅莎公主 讓他粉中帶白 立體才吸引人 開罩站著背景有花 他把所有的家業先放下來 以持際為優先 他的那種發心 讓人家覺得非常的感動 一整天的時間 完成了美麗的耶誕花牆 志工無私付出 成就慈濟市 大愛新聞 江力軍楊俊廷 郭世澤 台中報導